好 今天來介紹4G正規化的概念 而正規必須要拿這個概念 在我們4G會詳細說明正規的一些概念 而我們都知道 資料庫也是用來儲存資料的地方 因此 如何妥善規劃資料庫的綱要 也就是所謂Database Schema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資料庫綱要的設計 它必須配合實務上的需要 因此 當資料庫綱要設計完成之後 如何檢視 我們設計的資料庫綱要好不好 或是沒有證券 我們就必須經過所謂的正規化 這個荒法論來驗證 而什麼叫正規化呢 其實正規就是 結構分析設計中 建構資料模型所應用的一種技術 所以正規就是一種技術 而這種技術目的做什麼 是為了降低資料的重複性 所以它降低資料重複這非常重要 並且它可以避免所謂的更新遺常的現象發生 因此 我們就必須將整個資料表 重複的資料把它剔除掉 或者我們在觀點表中會造成所謂的 新增遺常 刪除遺常還有修改 這些遺常現象產生 因此 從這個句子我們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將來 重複性只要把它剔除掉 其實這三種遺常現象就可以避免掉了 因此正規目的就是 所謂的 降低資料重複性 性能可以避免所謂的 更新遺常的現象產生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